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元前222年 王斌滅掉燕國 之後又率兵攻佔了趙國的代城 這個時候 韓、趙、毅、楚、燕都被秦宮滅 六國中只剩下一個齊國 齊國原本很強大 但是齊王健一向膽小怕事 從來不敢得罪秦國 每逢諸侯向他求救 他總是斷言拒絕 齊王健認為齊國距離秦國比較遠 只要能死心塌地這樣聽秦國的話 就不用擔心秦國的進攻 但是見到其他五國 一一被秦國吞掉的時候 他才如夢初醒馬上著急起來 急忙派兵去守西面邊界 不過為時已晚 公元前221年 王斌帶了幾十萬秦兵 從燕國南部直撲齊國都城林芝 齊王健無計可思 只有坐以待斃 很快秦軍就進軍到了林芝 齊王健向秦軍投降了 這樣秦國在不到十年時間裡 將六國一個一個滅掉了 結束了長期的諸侯割據局面 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 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權國家 大巡王國